您吃过辣的凤梨酥吗 抢供小金砖市场业者创意无限 现在竟然开发出了剥皮辣椒混搭土凤梨 做出了酸酸辣辣的新鲜口感 带您一起来看看剥皮辣椒要如何做出凤梨酥呢 鲜绿色的剥皮辣椒仿佛不要钱 大把大把的揉入凤梨馅 您没猜错这真的是要做凤梨酥 咸的凤梨酥已经很少见 辣的凤梨酥也未免太有创意 这辣的凤梨是有吃过吗 没有耶 怎么会想要加辣 就很新奇的一个创意 就是辣辣然后甜甜 就是无味杂成的一个味道 就是辣到这边啊 可是辣辣甜甜的啊 那感觉很棒啊 花莲特强的剥皮辣椒烤过之后 水分变小辣度更明显 混搭偏酸的土凤梨馅 进入烘烤过 在对半切开纤维清晰可见 吃起来又酸又甜又辣 其他的组合口感 却意外的合拍 我们吃个剥皮辣椒来调整口味 结果这个嘴巴的凤梨 还没有吞下去 那剥皮辣椒就吃进来 觉得这两个味道 和在一起还不错 我们说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这一试果然成功 尤其更对了大陆观光客 爱吃辣的味 创意口感 还有加了麻糬 以及小米酒的凤梨酥 黄金小方块 商机无限 产攻可爆的同时 也挑战消费酒的味蕾 感谢观看